谈点,谁是新中国历史上四位少数民族开国上将? 编者案,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55位将领,被授予上将军衔,1956年和1958年,又有两位高级将领,先后被授予上将军衔, 这57人通常被称为开国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帅史,是一部多民族将军组成的将帅史,无论是开国将军,还是我军恢复军衔制后涌现出的将军,都有不少来自少数民族,当时频道盘点开国上将中的四位少数民族上将, 以想读者,壮族开国上将韦国卿,淮海战役确保中也主力消灭皇帝兵团,奉命赴越边界战必敌81958年,韦国卿陪同毛泽东主席,视察广西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第一阶段是消灭黄百涛兵团,时任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司令员的韦国卿,奉命律第二,十二和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原建制的第十一纵队,此时在苏迁地区活动,四龙海路自北南下, 切到位于新安镇金心仪地区的黄百涛兵团四个军东窜海周或西撤的退路,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 1950年8月初,韦国卿秘密率部从广西静西进入越北高平附近的广渊,并与先期入越, 共中央全权代表陈庚将军以及中共中央联络代表罗贵波等会合,经过一个月的激烈战斗, 九、十月间,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运动战,即边界战役取得空前胜利, 一举间敌整整八个营,避敌约八千人,解放了长达750公里的边界地区, 打通了中越边界交通线,改变了北部战场的敌我态势,蒙古族开国上将乌兰夫, 创建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领导牧区民主改革,废除封建特权理先念, 与乌兰夫1988年8月22日1947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亲切观, 在乌兰夫的领导下,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政府,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稳国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 由于清朝政府笼络蒙古王公贵族,对蒙古族实行封建统治, 束缚蒙古族人民的思想,鼓励青少年当阿玛,不准结婚生育, 加上疾病丛生,致使蒙古族人口逐年锐减,人口平均寿命只有19.6岁, 蒙古民族濒临衰亡的命运,面对蒙古民族的危机, 乌兰夫提出内蒙古墓区,要实现人出两万的口号, 这是挽救一个民族的正确的战略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乌兰夫首先领导了墓区民族改革, 废除王公,贵族和宗教上层的封建特权, 实行墓场公有,放墓自由,禁止开荒, 保护墓场的方针,改革前的墓场均由王公贵族支配, 有少量牲畜的牧民,只能使用一些贫瘠的草场放墓, 放墓自由解除了封建束缚, 赋予牧民平等自由劳动的权利, 姚族善将李涛,1931年全监守敌结束, 第二次反为较斗争, 曾掌握中央军委, 印信1949年2月,毛泽东接建军委二局工作会议, 曹祥仁左二企,张继春,钱江, 康生,李涛等代表。 1931年5月,国民党20万军队, 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 李涛、陈伯军先是率七师在东顾引南, 先至敌第十九路军, 在中洞南侧的密林中隐蔽, 先是敌军洞下, 当敌龚炳帆师经过中洞时, 七师下山出击, 俘虏敌师长龚炳帆, 5月25日, 李涛所在红三军, 到广昌甘卒狙击敌军, 又向南风方向追击敌朱少良部第八师和第二十四师, 击毙敌第五师师长胡祖裕, 全坚守敌, 胜利结束了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1949年11月1日, 毛泽东收益, 中央军委印信指即日启用的中央人。 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印件, 一颗请李涛同志负责保管, 总参谋部作战部部是第二册, 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 第306页, 此前, 作战部还负责保管中央军委条出, 总部官房, 以及军委主席, 副主席明章, 为妥善保管上述印件, 条出, 官房和明章, 李涛指定专人负责, 并经中央军委首长批准, 对上述印章的使用, 保管作出严格规定, 长征前曾去看望失忆的毛泽东, 赴苏联养病与毛岸丁兄弟, 成为之友1940年, 杨志成左起, 孙维氏, 李天佑, 林立, 卒东生, 在墨斯科学, 其期间,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角时, 毛泽东已被剥夺了在党内军内的领导权, 住在云石山上的一座古寺里, 1934年8月中旬一个温热的下午, 已被降职的杨志成, 从筑地梅坑, 赶向几公里地外的云石山, 去看望毛泽东, 毛泽东引杨志成回到屋里, 问道, 志成同志, 我的朋友现在不多了, 你还敢来看我? 杨志成看看脸色有点憔悴的毛泽东, 心头一热, 差点掉下泪来, 说, 毛主席, 您比过去可瘦多了, 要注意身体呀, 两人相谈甚欢, 在云山谷寺门口, 毛泽东和杨志成紧握双手告别, 互保重, 1938年6月, 杨志成因病复苏养病, 学习, 他在离开延安前夕, 去向毛泽东告别, 毛泽东对他说, 希望你好好养病, 方便的话, 去看看贺子珍和我的几个孩子, 我很想念他们, 并把一封信托他交给贺子珍, 由于战争的影响, 杨志成等一批人, 滞留国外达八年之久, 期间, 他曾同毛岸英、 毛岸青住在一起, 并周到地照顾他们的生活, 彼此之间产生了深厚的友谊, 1946年1月, 杨志成回国前, 毛岸英, 毛岸青依依不舍地拿出自己的照片, 在背面提上字, 送给杨志成所, 我愿意做这个影响, 我愿意做这个影响, 我愿意做这个影响,